我是王浩梅子 是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 杨氏中国节的第四代传承人 同时也是一名古证老师 我的母亲杨凌娟 是杨氏中国节的第三代传承人 我们杨氏中国节是家族式的传承 所以我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 产生了一种使命感 即使在深圳自作年轻的城市 也想把心底对中国节的这份热爱传承下去 制作中国节是用最含蓄委婉的方式 表达对亲人爱人家人的思念 丝线连结四方 绳结锁定爱念 首先我们拿了一根线 先对齐 然后取差不多五公分左右 然后这是一个大圈之后 我们把它中间对折 成一个这种心形的感觉 然后要调整这两边的这个圆圈 要一样的大小 我们第一步呢 先用我们最底下的这两根线 绕成一个圈 这个圈呢会在我们的大拇指上面 接下来我们右手的 右边的这个耳朵 先压住我们刚刚的那两根线 好 左边的压住右边的那两根线 然后穿进我们刚刚第一步 这个大拇指制造的这个大圈 然后松手 这样这个线就可以稳定了 它不会掉了 好 穿进来之后就可以松手 调整这个线的松紧 好 这两个耳朵是一样的大小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在这一面 还是反复我们刚刚所做的那个步骤 还是先用我们剩下来的这两根线 做成一个圈 用我们的右手压住 右耳朵压住这个圈 再用我们的左耳朵压住这个刚刚右边的那两根线之后 穿进去我们第一次做的那个圈 然后拉紧 这就是我们制作的吉祥节 现在的年轻人会有很多的选择和机会 但我认为老一辈的手艺应该传承下来 不能被新鲜事物所淹没 所以我们年轻一代要尽自己的所能把它传承下去 杨氏中国节意在将传统和创新结合 让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的去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从古至今 中国人都会在春节挂上中国节 祈福新的一年 好事连连 中国节 中国年